2021年Facebook改名Meta的Connect大会上 在一段关于Meta建设元宇宙健身主题的宣传片中 我们看到曾经年少热爱基建运动的扎克伯格 带着自家的AR产品模型的眼镜 面对一个全息的基建运动员在比赛 这个视频就像以往 任何一个有关于AR的概念后期特效视频那样 让人感觉美好 然而一年后他们的AR项目就遭遇了自谎 有趣的是就在昨天扎克伯格上传了一段 基于自家VR头显Quest Pro 使用彩色透视录制的实际画面 他和奥运基建冠军身处两个场景 使用Quest Pro利用虚拟人物在现实环境里玩着基建游戏 虽然AR项目停滞了 但并不影响他用VR头显尝试去还原去年宣传片里的愿景 对的 现在的VR头显完全可以做到AR眼镜做不到的事 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今天视频要谈的彩色透视带来的混合现实功能 VR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VR树立 我是你们老朋友嘉老师 进了来相信大家都看到VR新品连番到来的同时 彩色透视下的Mixed Reality也是未来VR一体机的重要核心机能 混合现实的实现对于VR一体机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溢处 第一个就是扬长避短 避免了一体机性能的短板 让很多人眼中所谓4399小游戏的存在有了其自洽的合理性 尤其是初期发展时混合现实游戏将普遍以 及时的休闲意志娱乐为主 就不会让用户们老实强调我们必须要有VR一体机的游戏大作 我们以目前最卖足的VR游戏节奏关键为理 以往我们看到视频都是把现实玩家的人物合成到游戏场景里去 但实际上我们在手机合成录制APP选项里 可以选择把背景层引去 这样录制出来就视频里这种只有捕面 关键的游戏背景换成了现实空间的画面 这里我们就可以推测 未来只要节奏关键的开发者在设置里给一个关闭背景层的选项 我们就能通过彩色透视在自己的现实房间玩节奏关键 同理另外一款热门的VR平板手游戏制胜11分 发售这么久了也就那几个场景 干脆给个彩色透视的选项呗 不要觉得不可能 目前困住上已经后续更新透视模式的游戏 其实都是通过设置里的一键选项 进行开关切换现实背景和虚拟背景的 也就是说混合现实游戏恰恰是把游戏场景通通去掉 只留下核心的玩法内容 常常有一些被人诟病的VR游戏或者应用 它们虽然有很好的创意 但是没有游戏环境搭建 没有地边没有高次长模型 就容易被人遗弃在角落 利用彩色透视 它们就有赏观的机会了 某种意义上 任何一款游戏都是为了完成 我们在现实中做不到的幻想 而混合现实的游戏背景和灵感 都是立足于现实 你可求什么就可以利用虚拟的元素叠加上去 去打破物理挑战的限制 比如现在看到YouTubeVR 或者国产VR播放器 Moon Player的透视模式 就能实现我们走到哪 电视就到哪 另外就是每当我们讨论VR一体机大作的时候 永远都在强调图形画质高拟增 但实际上越是能成为大作的游戏 越不能做成混合现实 因为它的游戏内容需要非常匹配 环境氛围 如果做成混合现实游戏 就会跟现实非常隔离 比如行尸走动 让上次出现在现实里的想法很美好 当那种新鲜感一过 你就会觉得还是把游戏背景 换成原生的更有恐怖氛围 即便它的整体画质 离你心目中PCVR级的 以假乱证还很遥远 但起码不会像混合现实下那么出戏 所以混合现实的创作平台下 所谓的小游戏 有非常足够的生存空间和存在价值 当然也不仅仅是游戏 意志类 教学类 或者是工业设计类 这种很多非游戏属性的应用 也会在混合现实下敞出 只要出现一款成功的类型 后面很容易就会被批量生产 包括进入手机上爆火的羊那个羊 记忆里虽然很久没有一款 这种杀时间的手机小游戏火遍全网 但早年iPhone4内火 水果忍者神庙逃亡 还有微信的飞机大柱杖之类 能有分明热度的休闲游戏 是层出不穷的 延伸的一些游戏 基本到现在 你也看到一些人在无聊时间玩这种游戏消耗时间 但实际上那会儿 同期你是可以在iPhone4上玩到鬼气室的 换句话来说 就是一款VR意志机的游戏吸引力 永远会被主机游戏和PC游戏压一头 而混合现实游戏 却是其他任何设备或的平台无法呈现的 你要想吸引到圈外人的目光 首先要做到人无我有 其次就是要靠质量出圈 这就是混合现实对VR投情的第二个益处 能够带来传播面的破圈效应 推动VR被大众所接受 所有VR用户都知道 你光用嘴和文字 很难让别人接纳曾经量过的VR 必须要让人亲身体验过才会明白 有多少朋友当初给亲朋好友 试过快速的教程就成功安利 不一定说是直接让他们瞬间上头买单 起码注到让他们意识到VR真的充满未来 否则你给他们发无数个VR游戏的录屏 都只会得到类似 不就是低人称吗 跟平时的游戏也没区别 而且看着就晕得想吐之类的反馈 更恐怖的是普遍大众网友的认知里 VR依然是又笨又重 还有N根线连接电脑成本一万起步的硬核设备 与此同时他们又对短视频里面那种花里胡哨 用后期特效做出来所谓的AR视频 向而往之 但体验过新阶段AR视频的都知道 只有三个字那就是上当了 大哥Magic Leap那条大金鱼是假的 再给他们十年都做不到 还有那种满城市叠加虚拟数字信息的视频 改个门叫Cyborg朋克 或者元宇宙发了又发 评论区妈又是一顿狂嗨 拜托这种充满垃圾信心的数字虚拟堂窗框 跟十几年前咱们马路电线档上贴满的带运小广告有什么区别 但这也恰恰证实了 这种AR的虚拟叠加现实的画面 生来就被大众所喜好 而VR头显彩色透露下的混合现实 恰恰就是现阶段最成熟的方案呈现 Meta也做过测试 只要商店中的游戏预告片 是有呈现虚拟和现实叠加镜头的 购买转换率通常比纯平面路线视频来的高 经常有人会问 AR跟你说的VR彩色透视有什么区别 其实存在这个问题的本身不就在证明 AR跟彩色透视在效果层性上没有区别吗 实际上真正全方位关注XR01的人 早已经不会去区分VR和AR 虽然看上去是不同的发展路线 但它们是殊途同归相互关联的 而其中目前VR头显消费级产品的成熟度 远高于AR眼镜 从概念定义上来说 AR后面可没有强行绑定眼镜一次 只是大众普遍在这里会觉得 AR总是强关联眼镜形态 其实更容易理解的应该叫AR功能 有很多设备都能实现AR功能 就像说让很多设备都能拍照 唯一能被叫为相机的就那一种 同理你可以认为像近视眼镜体积的眼镜 是具有AR功能设备的终极形态 但不可否认 其实手机和VR头显同样都能实现AR功能 真正的区别不是在于设备通过什么原理 来创建叠加的虚拟元素 而设备如何处理现实场景 其中AR眼镜的现实画面 我们的双眼可以直接看到 但是通过VR头显的彩色透视 看到了现实场景 是需要摄像头代替我们的眼睛 因此彩色透视还有个好处 就是也让VR玩家不再是永远地 处在封闭的环境中 而是可以开始跟现实环境的人或物 有个交流的通道 很显然就目前的进展 无论是苹果还是Meta的头显 都在走向推动MR功能这条路线 未来收效会如何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OK那本期的视频之后 这里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 是陪着VR成熟 LoadingVR载入圈 如果你是对VR相关感情绪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 投币 转发三连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